平地一声雷,说林青霞终于离婚了,分了数十亿下两倍,关于分手费也是备偿很多版本,有的说二十亿,有的说四十亿,有的说高达八十亿,刻意翻了台湾版苹果日报的报道。 据知情人士透露,应该是四十亿新台币,而万千吃瓜群众,没想的最多的,居然都是她会和秦漢复合吗? 我很着急,不是为她离婚,这年头,离不离婚真不要紧,最重要是女神开心,而且真离了也可以理解,毕竟青霞姐姐是那种单段格段的人。 当年她突然离开秦漢,宣布要和秦漓人结婚时,不是也让万千人惊掉了下半吗? 连老友徐克听到她结婚的消息,也说青霞行事神出鬼没,没想到啊,没想到啊,谁知道她哪根筋动了,离婚也是很自然的事。 林青霞和秦漢之间长达二十三年的阅恋,成为很多网友新中国不去的一个坎,好多人都遗憾为何两人不在一起? 天涯上有粉丝铁半定音,都说他们俩已经复合。 但我作为一个侠粉,我最着急的是,与其和秦漢复合,不如和秦晓林复合啊。 秦漢这种男人,其实还真的是不遗余自晚年伴侣的,为什么这么说呢? 首先,老实温吞的就是好男人其实不懂爱的。 当年热恋中的林青霞在很多场合,表示过秦漢是个老实人,是个好人,因为他像一个天仙君子,他本系都敬畏,不占女孩便宜,更不占花有草,他就像一壶烧不开的热水。 你永远不知道,啊,我的朋友黄爱东西说,我一想也是的。 秦祥林当年是真爱他,看着图片,当年这张照片是林青霞和秦漢,秦祥林一起拍的。 而拍照时秦祥林一直看着林青霞,当时的他是真的很喜欢青霞,一个那么帅的男人,现在变成这副模样,说明他已经完全没有偶像包袱了,他不再在意那些外在的东西。 他融入了生活,在美国从容的做着育工,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沉浸于生活的男人,随遇而安,如果真的想在救人里找,和这样的人生活不是更舒服吗? 当然,这些都是我们的胡想啊,其实我个人认为偶像最佳的选择是新人,为什么就不能放弃那些旧世界里的旧人,走向新世界,找一个能滋养他未来的新的人呢? 林青霞这次被暴离婚时,就有胎道和外国友人一起外出,如果林青霞真的在恋爱了,想一想,这也是一件真牛茶室啊。 这一辈子真是什么都经历过,年轻时痛过吃过,宠过男人,也被男人宠过,做过纯性育女,也做过阔态,在六十岁的时候拿着一一生的钱,华丽转身,再寻真爱。 真正的女神范儿难道不是永远往前走,一路分花浮流,不灭过往,不畏将来,这才是真女神啊? 以上,特别说明,本文纯属游戏,无论离不离婚,都希望女神开心。 她的心事,你永远不知道她到底爱不爱你,也许正因为这一点,让年轻的女孩迷恋。 小女孩迷恋大叔的不拒绝,不表态,从某种程度上,正是上世纪女人最迷恋的那种怨恋。 林青霞和秦翰,1973年,林青霞和秦翰刚刚认识的时候,秦翰已经是大明星了。 林青霞第一次认识秦翰是在电视上认识的,那时候秦翰是电视上的大明星,而他是一个把秦翰当作自己心目中白马王子的小粉丝。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,这也是一个女粉丝追求偶像的故事。 1973年,林青霞贡献出了自己的首部荧幕作品《窗外》。 在这个作品中,林青霞还贡献出了自己的荧幕出文,而这部电影,与他大戏的正是秦翰,也是因为这部戏两人终于僵实了。 林青霞能够拿到窗外里的角色也应该感谢秦翰,那时秦翰还是个无名小辈。 秦翰在导演的视片中,无意间看到林青霞,那时的林青霞很羞涩,坐在朋友的后面,只敢露出半个头来。 所有人都觉得这么害羞的女孩子也不了戏。 可是秦翰却偏偏偏觉得清霞合适,以立向导演推荐用他,要知道,当时才那么红,说话是有分量的。 年轻的女性爱上梦中情人,意料中是。 但偏偏秦翰走的是温存老派路线,这就让战无不胜的年轻女孩更加迷恋了,无论是门当户队的赵宁也好,还是风流倜躺的秦翔宁也好,都不及秦翰迷人。 1978年,林青霞与自己大14岁的旅美作家赵宁恋爱,这是他的第一个公开男友,而他俩能够在一起,也是穷瑶在中间做冷媒。 但是两人之后很快就分手了,这是林妈妈最看好的一段姻缘。 这可惜林青霞那时根本就心有所属,秦翔林也是林青霞生命中浓墨重彩的一笔,秦翔林在和林青霞合作电影的时候开始爱慕他,后来又对他发起猛功,多次追到美国表达爱意,并向他求婚。 而那时的林青霞也答应了,于是两人便订了婚,但据说订婚的那一天他还在哭,他和秦翔林的婚约维持了四年。 两人并未真正结婚,1984年6月林青霞与秦翔林分手,林青霞宣布要和秦翔林订婚,是还打电话给秦翔说,秦翔的回答是没什么反应,这情形就是任性的女孩,满越男友对他不够好,夫妻要嫁人的做法。 但秦翔就有本事什么也不说,你自己决定吧,人生最美丽的十年光阴,林青霞真正爱的只有一个人,貌似他还在这期间自杀过。 德国心理学家弗洛姆有一个说法,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能爱一个人,那意味着那种感情根本不是爱。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?就是如果一个人在许多年里,只能从某一个人身上才能感受到爱,更因为对方的冷漠与摇摆不定,而爱他爱得要生要死,那种爱给他的不是幸福和快乐,而是苦苦的折磨。 基本上就可以称之为怨一种,常世纪的女孩很多,都有这种倾向,她们的自我评价低,天之交女的林青霞同样如此,那时她是一个羞涩内向的女孩,不以为自己美。 对于年轻的女孩来说,这个天神一样的男人,是他为满足的愿望,是真爱,于是乎,永远忘不了他,要得到他便变成了生命中的一个魔障,于是乎。 才有了这1984年的世界复合,1990年林青霞和秦翰的沙发榜谈视频,言谈之间林青霞都带着幸福的笑,对两人的感情也谈得大大方方,这个时候的林青霞和秦翰多幸福啊,林青霞一般得偿所愿的娇羞形态,他太开心了,等了十年,才等到能能和这个男人公开的正常的在一起。 按同话里说的,从此开始幸福的生活,但事情往往都是这样诡异,两个恋得要生要死的人,破除了阻力真的在一起之后,反而进行不下去了。 后来他回忆说,1984年到1994年,是他生命中最孤独的十年,为什么孤独? 因为感受不到爱,拍新楼门客栈的时候,林青霞眼睛被剑射伤了,要男友过来陪他,他居然问及笑谁买,也是满冷血,人们怎么也想不到,看上去如然温柔的情汉,有这么冷漠的一面,会让自己的女人活在荒岛上。 其实我想他也不想这样,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,中国式的传统家庭培养出来的好男孩,其实是不懂得怎么去爱人,也不懂得怎么去表达爱的。 秦汉小时候和父母的照片,秦,汉的父亲是抗日明将孙元良,曾任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,秦汉的父亲是典型的那种威严的父亲,一方面忙于生活,他很少与孩子沟通,秦汉回忆说,那时,我年纪还小,记忆中父亲曾穿过军服。 忙进忙出,我们住在台北北偷区,家里养鸡,养猪,和大多数当年的台湾人一样生活,后来,父亲离开台湾,到这本经商,一度卖面为生,一方面是他的性格,像那个时代大部分男性家长一样,他不爱说话,也很少和家人沟通,秦汉说父亲是一个不提当年勇的人,许多他当年经历的事,都是我从书上找资料, 看来的,在传统的中国男人的评价系统里,男人应该饮于行,而乐于言,修身治国平天下,人君臣臣,夫妇自子,至于表达感情,夫妻恩爱,这属于儿女私情,是摆不上台面的事,从前张长提太太化美,还被人伸上一本,向皇帝告状,可见中国男人是不能疼老婆的,疼老婆是会被人笑话的, 可想而知,在这种只能有家国情怀,而女私情会被嘲笑的系统里,男人个个会被培养成特别内敛特别木讷的人,老实温和没有过多的情绪反应,被认为是稳重的男人,个性的男人,秦汉正是在这种系统里长大的男孩,秦汉母亲与他的七个子女一起的合照, 不得不感叹秦汉家族的每一个人都唱得也太好看了吧,而最左边那个是秦汉,那时候的小秦汉还是很清澈的,那,秦汉叔因为妈妈和姐姐都是大美女,所以他从小就对美女免疫了,秦汉老师,不爱说话,这么多年和穷瑶合作,他说他和穷瑶没有私交, 他是这么评价穷瑶的,他是爱情大师,年轻的时候帮别人写情书,但是我这个人是不太讲这种傻的,所以有的演员他们喜欢去跟他倾土那些情怀,但是我从来没有,我不习惯去做这种事情,我不会去跟穷瑶说我的心思啊,我的感情怎样怎样的,我绝对不会的,所以我跟他的这种关系好像就是他是公司老板, 我是一个他的责员,如果不是因为长得帅,他必须演那些情情爱爱的小生,他根本就对演戏没有兴趣,他喜欢看书,打篮球,他曾经和记者说,看到那些要生要死的剧情,就觉得很烦,他要把他们都想成神经病才可以去演,我这个人是喜欢比较简单的,不喜欢托泥带水,有时候太亲密的关系,总是会有一种情绪, 感情感的负担,要顾着他的喜怒哀乐,比较麻烦,这个性格有点像我爸爸,我父亲也是个很怕麻烦的人,我在电影电视上演了那么多情情爱爱的东西,其实我也很腻,我也不觉得这种东西吸引我,情汉是人们眼中那种变形的中国好男人,他人品很好,有安全感, 但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,就是他似乎完全没有表达感情的需要,他们对爱情没有太大的兴趣,最可怕的是,他们这一类男人觉得表达感情,是一种吃俗,这就要命了,但到了林青霞这一代女性,他们有了极高的赚钱能力,根本无需要男人保护他们, 在经济上承担他们这些看着爱情小说长大的女孩子,格外需要男人的爱,但情汉是不屑于,当然也是不懂得,注意他说的这一句话,有时候太亲密的关系,或是负担, 这句话翻译过来,不就是现代人常说的爱无能吗?所以,他注定是满足不了全爱的女人,所需要的汹涌的爱,他觉得麻烦,他觉得女人太左,从本质上,他与他的感情模式是不相容的,其次,自恋的男人需要爱人公养,长期生活挺累的,漂亮的男人多半是自恋,秦哈赛花样爷爷,终是最放不下偶像包袱的一个, 比如镜头前的化妆阶段不让拍,外出一定要穿得帅帅气气,拍照要摆出酷酷的造型,只能说这个年纪有这样的心态也是很不错的,秦哈对镜头前的形象非常在意,光打得不好都会说,也要通过后期修正镜头前的不完美,作为偶像哪明星,他太在意自己的帅,在意自己的外形了,他也习惯了女人对他的追随对他的爱, 像这样的男人,他是不会热烈的追求爱情的,他只等着别人来爱他,在关系里,他是受滋养的代义榜,就算到了六十多岁,听着薛家演书和他有模糊的飞蛮,也要大发雷天,还想跟我传飞蛮,没门,当年他们那段著名的关系里,就算年轻下小他那么,多,他也是受照顾的一方,被爱的一方, 金马奖司仪当时对林小姐说,听说秦翰的鞋都是你给他买的,他连人都没有过去,你都能给他买到这么合脚的鞋,可见你对秦翰还是马宠的,在他们的关系里,一直是林青霞在主动表达爱,在感情里,自恋的帅男人是被动的,受用的, 因为他已经习惯如此,只是感情是需要对等的,作为大明星的林青霞,更是需要别人的宠爱,这种一个人供养,另一个的模式可以一时,不可以一时,除非这个人天生是受虐狂,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,两个人对结婚的态度,一个人想结婚生孩子,另一个结果了,觉得好吧,一点也不想再入一次牢笼, 林青霞的心情当然可以理解,三十岁的他想做一个普通的女人,结婚生子,但秦翰根本不介意他的渴望,不介意女朋友想要什么,而且他笃定这个女人离不开他,生死要跟着他,问真的本质,就是权利,一个男人根本不在乎女友的看法,一意孤行,其实就是自私,就是对女友的无视,而一个不被看见的人是孤独的, 而且极度孤独,所以林小姐说,她像活在荒岛上,只是有心理设根据的,一九九四年的秦翰那时可能高估了自己的魅力,也低估了林小姐的决绝,一个不被爱的女人一旦决绝起来也是狠狠的,可能也是对自己太自信了,林青霞和秦翰分手时,秦翰一度不敢相信, 高林,风在歌声传奇的节目中曾经爆料,林青霞和秦翰提出分手的时候,是通过第三方告诉秦翰的,秦翰得知之后只说,不可能不可能,还跪地痛苦,不敢相信这个事实,十分伤心,第三, 神仙伴侣首先就是个伪命奇,而且多闷啊,世人都有误解,老财女貌才是绝配,实际上,没有真正的关心与爱的关系是无法持久的,活在神话的人真类啊,还要装给别人看,人活到最后,其实是自己舒服,不是活给别人看的, 林青霞嫁给了看上去其貌不扬的男人,因为这个男人只管对我好,他那是给我的感觉,是就算是天上的月亮,他都能给我摘下来,在一个人的爱里,他实在太孤独了,他实在太需要结结实实,实实在在的爱了,传奇风光的大半辈子,其实就是想舒服过下半辈子,找个富商亮瞎,你们的狗眼,也是麻烦传奇的, 1994年,林青霞已经38岁,这一年林青霞遇到了对自己爱慕已久的行李,两人认识没多久之后就闪婚了,这也正是林青霞果敢引起的一面,情侣之间相处的模式是固定的,如果没有爱丽,两个人分开,那一定是彼此的频道不对,所以,年过六十的林青霞还可能再去迁就一段,需要他付出照顾的感情吗? 我个人以为是不大可能的,在摔倒的地方重新再睡一次,恐怕也是不容易的,而且如果林青霞离婚了,要复合也得找秦祥林